天氣寒冷的時候呢 我們會在12樓的陽台呢 發現很多的死蜜蜂 那有些還沒死 它會到處爬 這些蜜蜂呢 就是在寒流來的時候 天氣突然間放晴 那它就從13樓的陽台飛出去 但是因為13樓的高度比較高 風比較強 所以剛出來任潮的蜜蜂呢 飛出去被強風刮走 飛不回13樓 它就跑到12樓的箱子外面 這時候呢 飛不回去天氣又冷 它就飛不動了 你看到這些死蜜蜂 這些蜜蜂趴在地上的 其實都還是有活力 我們把它掃一掃 每天就可以掃到一串的蜜蜂 這些蜜蜂怎麼辦 處理方式呢 只好把它掃起來 這些沒什麼活力的 你看 掃起來之後呢 我們把它拿到13樓的草地上呢 把它丟回去 也只能這樣子 爬得回去的就存活 爬不回去的呢 就做肥料了 這養蜜蜂的過程呢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不捨的一個情況 你看到這些小蜜蜂其實都是生命 可是大自然裡面 它就是沒辦法抵抗寒流 這也是一種自然淘汰的機制 把弱的蜜蜂淘汰掉 那留在巢穴裡的呢 就是比較強悍的